那其實我就最後一點問題 想問一下你們將來的發展是怎樣的呢? Snaptee 有沒有一些願景呢? 有的 其實我們的 vision 一直都沒有變的 我們想令到 personalized fashion 是可以很普及的 就是個性化的衣服是不那麼容易得到的 就是大部分人都會覺得是 premium service 譬如你走進去一間西裝店 你會說 度身量的西裝 那肯定是一些特別貴的東西 就是如果這套西裝是外面買一千元 可能度身量就是二千元 是啊 是啊 我們是想將這個門檻降低的 就是我們想原來就算你 custom print 你都是說一百多元港幣 你就 custom print 那更加是將來有其他不同的產品 我們都會這樣做 那這個是我們的目標 普及化了自己的產品 普及化這件事 那而我們想做到的東西是 我們除了你可以自己用這個app design以外 我們也會有提供一些所謂的服務 或者功能去幫你 design 就是其實我們將來今年會出現一些很有趣的 youtube experience 是你告訴我你想要的制裁 我會搞得定給你 是 那再遠一點其實 因為我們也有看關於AI的一些技術 會在將來玩什麼 role 而我們的團隊都很convinced 其實將從今年開始來的三年 AI會變得很厲害 那我們會考慮去試一下這一方面 去apply to teacher design 把AI的feature放進你的apps 沒錯 沒錯 那都遙遠的 但是我想我們是很有興趣在這個方向去探索 和去試 那大概會是這樣 嗯 另一件事我想問就是apps 其實都不會被人抄襲 你知道大陸那些apps其實很快的 就是你做完那個尾桃瘦瘦 那你第二個又有另一個 就差不多的又出來 那其實你怎樣去預防 或者你怕不怕這個衝擊會帶來你的生意會有影響 嗯 其實start up 基本上你做得start up 特別是consumer facing的start up 你預了被人抄襲的 就是我always keep in mind 我們只有六個月 ahead 最多 就是任何東西我們只有六個月 ahead 就是我先走 那你再跟 那你六個月之後 你就在做我六個月之前 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這件事是做start up 一定要get prepared 就是有一句說話很精靜的 我之前是從一個 Twitter founder說的 我記得有一個interview他說 他說與其 就是駕車 如果你是要駕快車 你的眼睛最好看著前面的路 instead of 望到後鏡 你望到後鏡你會炒車 是 就是你不要理到後鏡先 你不要理後面那些人先 你只是focus在前面的路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start up 這個遊戲就有點像是這樣玩的 就是我們always focus 下一步 還有說真的有一件事是 我們走的每一步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正確的時候 你又抄襲我 我不知道是對你們說好事還是壞事 Snap Tea definitely是同一個 philosophy 底下產生的 就是我們不斷地改自己的服務 不斷地改自己的offering 那等其他人在後面跟著 其實已經有人抄了 有大陸有兩三間抄 是啊是啊 其實甚至大公司都 我不會說要抄的 就是其實真的那樣東西擺得出來 大家都可以參考 是啊是啊 就是你覺得這樣好 那你就學我某些好的東西 嗯 你就做你的那個version 就是我覺得沒有問題的 這件事是預料是這樣的 嗯嗯 好啦 今天很感謝你來到我們這裡做這個訪問 是 好啦 新年和情人節又快到了 如果大家還沒想到禮物呢 都可以想想一個個人化的T恤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geomet出來了 2 2 3 4